练拳之后呼吸不畅 脸发白嘴发心 横气天胸 咱们太拳前辈说了 练拳的时候要在意不在气 你在气则智 太拳的呼吸练习方法 它是有几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叫以外导内 不是导音吐纳吗 你在前期的时候 注意动作的标准 和尽力的顺畅 动作做标准了 往往来说 大约是你练个一年到两年左右 你看原先可能是手脚比较冰凉的人 他这个手脚逐渐就热了 突然热气裹着一样 这说明什么呢 内气内在能量 逐步的越来越饱满起来了 最终表现在烧结上 这是初步有气感了 手上热了 再也不冰了不凉了 在这个基础上 你不用管 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只要还是在练拳 实际我们这个气呢 都是你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你自己练出来的 可不是说我要 有一个想法马上出来了 这个公道自然成 要逐渐积累 那你在这个基础上 再练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往往会感觉到 身体内部有一种充实的感觉 实际这个气沉丹田呢 你也不用说刻意去要求 我们讲百川中道海 它这个水啊 无论怎么流 最终会流到大海里面去的 我们只要是这个身体放松了 你不放松是不行的 你做到放松了 又积累了 产生气感了 逐渐呢 它就会使你的小腹充盈饱满 有那种膨胀的感觉 这是气海 练对了 它自己就会聚集在这里 所以你这个手脚热了之后呢 再练一段时间 往往就很容易 只要练得对啊 就会感觉到这种小腹的 这种饱满充实的感觉 这不就是 气的第二层表现 又进了一步 第三步呢 随着你内在的 这种感觉呀 气感呢 越来越明显充实 它就会有一个内进 催动外形的感觉 内外合一了 这叫以内催外 无论是以外导内 还是以内催外 都是我们在正确的基础上啊 这个坚持练习 逐渐积累出来的 不要去过早的勉强的 牵强的要求这个 这个呼吸啊 然后当然了 你会达到那个状态的 自然而然的啊 就会形成逐渐的动作与呼吸呢 在你的这个坚持之下 形成了有机的结合 开的时候啊 吸气收腹 合的时候呢 呼气食腹 这就达到了我们全式呼吸 逆向的复式呼吸这个要求 如果想早一点 感受到这种感觉呢 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 多练一些什么呢 合呼吸相关的功法 比如说啊 开合装啊 单独的练气的引导动作 升降装啊 采气装抓气装 可以单独来练 在练套路的时候 自然呼吸就可以了 希望同学们别走这个弯路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及收藏 谢谢大家